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从今往后会见识到更多 我这闺房之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 我来吧 不是要把我上庄吗 愣着做什么 我之前觉得你和大哥的眉形相似 便与他打赌 他输了 便需我为他化眉 为的就是 日后帮你上庄练手 可是今日一巧 宝宁你这眉梦不描而碎 哪里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化射添足呢 走了 看来我是享受不了 这话没志趣了 以前怎么没觉得你这么会哄人 那你从今往后会见识到更多 我这闺房之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 这根簪子 这根簪子 是我娘留给我的 呢 以前我们老家啊 住在锦西边境一带 除了我爹 我娘 还有李氏一族一大家子 那时候生活真的很快了 我娘当年相貌尤为出众 我爹为了娶到我娘 这心机手段使了不少 我小的时候也很调皮 经常闯祸 每当我爹要教训我的时候 我娘总是挡在前面 所以我爹总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经常被气得暴跳如雷 后来呢 后来 后来永庆国来返 有人烧光了整个李家村 李氏一组 除了现在仅剩的几个人外 全部命丧于那场大火当中 这一次 算是庆他命大 如若他们再犯 岁月必处 好 碍